5月11号 四川成都一驾校的训练场上热浪滚滚 一群听障学员正用手语交流学车中出现的问题 他们全部都是成都残障驾校的学员 成都残障驾校是一所专招残障人士学车的驾校 自2015年招收学员以来 已经帮助上千名残障人士取得驾照 根据现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左下之禅记 右下之禅记 双下之禅记 听力障碍 右手拇指缺失 或是手指末节残缺的五类残疾人员可驾驶机动车 成都残障驾校校长段建强介绍 目前驾校业务分为肢体残疾人士和听障人士 培训两个部分 教练大多为听障人士 我们总共有四个教练 四个教练其中有三个教练是 本身就是聋哑人 针对聋哑人这一块教学 有一个是健全人教练 健全人教练是负责肢体残疾这一块 一项是上只残疾的 在方向盘加一个助力球 像下只残疾的 它是在右侧驾装一个控制油门 刹车都在手上控制的一个手柄 听障人士这一块 对他的要求就是 他在开车的时候需要佩戴助停设施 这所驾校除了学员的身份特殊外 招出的学员很多来自中国各地 场地上来自福建的听障学员 温秀珍正在反复练习薄弱环节 为下周科摩二考试做准备 我在福建没有找到聋哑人 专门学习驾校的地方 所以通过朋友的介绍 专程到成都来学习驾驶 我是一个聋哑人 教练也是一个聋哑人 教练跟我没有语言障碍 相比这块场地内其他驾校的教练 成都参见驾校的听障教练们 显得十分忙碌 由于手语不能准确地表达教学指令 所以他们时不时就要下车 帮学员找点位和转向角度 我是一个聋哑教练 我的学员都是聋哑人 有的点位找不到的 我就下车教他们找点位 一定要对他们有爱心和耐心 经过一个多月的学习 来自云南的学员杨英树 昨天顺利取得驾照 今天他专程过来跟教练和同学告别 还在现场绣了一把车技 对于杨英树这样下至残疾的学员而言 学习开车的第一步就是要学会上车 因为上车我们的腰没什么力 然后上车的话 如果手上的力不够大 它就会从车上滑下来 我学会开车 最想的吧 就是检决自己的出行问题 爸爸妈妈出行问题也可以检决的 虽然这些学员的残障程度不同 来自的地方不同 但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 都是希望通过学习一门技能 获得自我价值认同 在这里的话 可能会就有很多的共鸣的地方 然后自己是一个残疾者 也想做一个参与者 因为就是自己从小是一个残疾人 但是又不想做一个残疾人 怎么说呢就很矛盾 就是说虽然是一个残疾人 但不想残废 可能就是别的正常人拥有的一切 可以都自己好想去尝试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